袁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話說阿岸稍微一用腦,又讓他想出個辦法,手不能碰火梁,穿著盔甲暫時還頂得順, 阿岸就屈起兩個手爭,將火梁托過頭頂,然後一刻發力,火梁就從頭頂飛了過去,而他個人純粹起身,一看,賤馬已經死了,沒用,用腳尖背一跳,跳起九環刀,托在肩頭上拔腿就走,去追張鳥, 再說夏侯敦和張鳥,總算逃出了東門,過了吊橋,來到城外,一到了城外,就沒火了,兩元敵將就先勒著馬,夏侯敦,將長槍架好,右手就輕輕摸在臉上,嘩,這次還燒得慘過上一次, 不但只招辣禁筒,還起了一坨仔,夏侯敦早有準備,前面我說過,上一次,他從伯望波途到返王城,就聽人說, 說,燒傷辣傷,老鼠油最有效的,你這傢伙,手摘了十瓶老鼠油,就一日到黑,帶在身邊,避而不用, 那接下來,他立即刻在身邊,摸出一小瓶老鼠油,將瓶抖走了,就倒起手心,然後,都好像姑娘仔, 塗雪花膏一樣,就摸在臉上,啊,舒服了,老鼠油,摸上去之後,涼滲滲滲,臉面,當同沒有那麼痛, 那一陣子,連那些瓶子也借了,哦,老鼠油,原來這麼有效的,那一陣子, 他肩住也趕到,他肩膀一頂,手一鬆框一聲,大環刀劈了落地,他伸出雙手一體,啊,激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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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正說,那條火梁,我只是碰了兩下,八個枝頭,都拉到好像紅蘿蔔那樣,豈有此理,你說,現在,滑都疼了, 那去處心想,暈你的吉,你說,你一切,都是拜給夏侯敦所致,那去處, 拎回頭一看,只見夏侯敦騎在馬背上面, 雙手在臉上面,搓搓搓搓搓,都好像姑娘仔茶雪,花膏那樣, 吐到他不得了,吐爆爆,走到夏侯敦那樣,馬前,大喝一聲, 我得了,月亮,你恐恥多惠啊,你, 那去處學這一聲,都嚇了夏侯敦一跳, 因為夏侯敦,直到這陣,才發現,去處又得到回來, 自使,是,是宗香啊,同一看,去處說,致指自己臉, 就伸出八個好像紅蘿蔔那樣的字頭, 那夏侯敦一跳, ну,喂,喂,喂, 五燒得過不用啦,唄,宗香, 什么搞成家 你还好以诗文 总是你以匹夫所致 你还好不说 每次这样一说 侯敦醒起了 醒起自己 怎样用枝枪 将那条火梁一挥挥 向后面 哎呀呀呀 我自己解了 燃眉之急 才就烧着隔离 下后灯就立刻说了 呃 总行 不用急 不用急 我有零丹妙弱啊 零丹妙弱 不归来啊 是老鼠游啊 老鼠游 老鼠游究竟做什么啊 我不明白啊 嘿嘿 专医马超 唐宵 一搓就好了 好鬼靓 真正的啊 真正的啊 是这样 快点 拿点来试下 那下后灯 又在身上 摸出另一瓶老鼠油 蒙了 就在 虎柱的手心 那里 倒下去 那虎柱 将那些老鼠油 向着 烧出 的地方 搓一搓 对啊 对啊 当同舒服了 凉 浸浸浸 一浸浸就消肿了 挖个指头 没那么肿了 挖得了 那张廟 都爆炸了 这边说 来文远啊 文远啊 也可以乱吃话 不可以乱说的 啊 自从上一次 我在博望波 捱过小之后 所谓啊 见过鬼都怕黑啊 老鼠油啊 我是一日到黑都 戴在身上的啊 不是这次出战的时候 特意带来的啊 你不要挖死猫给我吃啊 啊 张廟就说了 哼 你终于狡辩 那若果不是啊 你为什么 日路之上 横一个有火 点一个有火 你分明呢 是希望我消到 全军覆没的 喂喂喂 文远文远文远 你说得太过斑慢 我又怎么会想你 少一个全军覆没的呢 若果你中计 我都要挨烧的嘛 是不是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遵照 承诚的命令 点醒你 再说啊 我现在 就烧到半边 面都焦了 李文远 还整面滑溜 头发丝都没烧到一条 那你说呢 是不是我喜欢烧啊 天底下 有没有这么个道理的啊 你说话 不要这么翻满啦 夏侯敦 说到喷口道理 直到张廖 我没声好挫 其实 这一阵 夏侯敦的心 在偷笑的 他心想 哈哈 等你生日 在我的后面 淡淡打打 我上一次 还烧剩九十六人 你你钱 烧到 炸都没剩 文武相传的张料 上车崖烧 我夏侯敦崖烧 不算好手的 嘿嘿嘿嘿嘿嘿嘿 只正在这个时候 先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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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 就真的好了 忽然之间 传来 一阵叫声 跟着呢 四边陆陆 续续 有些 曹兵跑过来 人越来越多 那 你那些兵仔呢 都是住宅 在 比较近 四道城门 火一着 他们 立刻 向城外 跑 结果 就没被 大火 烧 每道城门 逃到 出来的 大概 有七八千人 葬身火海的 都是在城里面 日池之间 走不掉的人 那 拾到 条命 回出来的 继继 埋埋 有成 三万兵 左右 那些兵仔 逃了出来 之后 要找头头 于是 就沿着城外 周围 走 见东门 火最小 就都兜来 这边 看看 果然 见三元 大将 都在 那里 哎呀 都好像 失踪的 小孩 见到 大人 那样 叫住 就含吾含 声 冲过来 那张寮 一看 立刻 就 淡了下 侯敦一眼 意思是 哼 你 以为我 被烧到 全军覆没 小青光 现在 还有成 三万人 左右 比起 你在 博望波 被烧 我不算 很收家 好你 几倍 毒眼龙 起初 见到 这样 就心 硬硬 之后 过来 一想 他 心 就不怕 硬了 哈哈 你 不高 庆 我 从 博望 波 淘 出 来的时候 就有三万人 马 后来碰到 红面的火牛阵 这才全能 没了 现在 除了白桃小掌 红黑两张面孔 都没露过面 你想保得住那三万人马 早点 下侯敦 究竟 有没有估计 各位 听下去 自有答案 再说 张辽检查下 残暴 发现 基本上 逃出来的 都是步兵 马队 极小 有些骑兵 见许大将军 没了马 自动将 自己的战马 就让出来 夏侯敦 心想 我是马上 大中 定规 官家 没了 剪 那五年 也老实 不客气 倒转 一点地 飞身上马 逃出来的兵仔 都问张辽 应该怎么走 张辽 想了 命令 走东门 门外的大道 兵仔 排好队 刚刚 想走的时候 隔很远 隐隐约 见到很多火把 在上下超动 向着这边 涌过来 夏侯敦一看身 想 啊 主角梁 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上一次有火 这次 亦有火 上一次 有火牛 这次 亦有火牛 那样公道 那样公道 故此 夏侯敦 立刻 对张辽 说 哈哈 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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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生火 来 生火 来 书 火牛 他听闻过 一看 咦 咦 真是火牛 真 张辽 深浪 啊 据夏侯敦 上次 巴尼 港 他逃出来之后 就遇到 五十头火牛 三万兵 马马 就被火牛 全堆重青光 现在 来了 那么多火把 起码 都有几百只火牛 如果 被那些火牛 冲到来了 那三万人马 他多多都 没整 米勒米勒米勒 三十六着 周围上掌 张辽 周围一看 见旁边 有条窄路 就立刻下令 人来 马上全领 问小路走 说完 张辽 圈转马头 夏侯敦 很缩 一见 问小路走 就张马一中 第一个 就冲了入小路 里头 而许柱 就步步紧紧紧 张辽 就成了第三 三万兵 跟在后面 就全部 混小路 而炸好了 原初的白袍小章 也就是赵子龙 一见 感觉 开心 到他 都几乎 想笑 他又一次 佩服 孔明神机 描述 原来 大道之上 根本就没有火牛 而是赵子龙 按照军师 把三万曹兵 嚇入小路 逼他们 送军师的埋伏 三万曹兵 这么轻轻 赵子龙 又怎么会 不佩服军师呢 将那些曹兵 逼入小路之后 赵子龙 立刻就 兜近路 去到小路的另一头 去执行 另一个任务 再说 夏侯敦 带住头 三万曹兵 在小路上面 大概跑了三里 忽然之间 前面 滚一声 就杀出五百汉兵 为首一圆大罪 夏侯敦一看 糟了 快面既不红 亦不黑 是一圆白桃小杖 喂喂喂喂 听说 这圆白桃小杖 连名字都不报 知道 就很厉害的 连许柱昨日 也捱了他一枪转 我自己 更加不是他的对手 你再跑第一 跑出个报应来了 怎么办 别了 别了 等我不断 以冲上前 打个照面 就立刻掃 杀 杀定主意 夏侯敦 冲上前面 有意将把声 吊得高高 就喝了声 过穷小杖 你快快 保护上 令来 那 白桃小杖 就是赵子龙 赵云 躲在深想 冲司在金浪上面 他叫我 将五百兵士 就保置在大道之上 五百就埋伏在这里 但是金浪上面 写得清清楚楚 放则有功 足则有罪 既然是要放 何必叫我在这里 挡他一趟 原来 小路来到这里 是三叉路口 前面 有两条路可走 恐明要赵子龙 挡着其中的一条 是迫使三万曹兵 走入另一条 有埋伏的路 虽然这一切 赵子龙不明究竟 赵子龙这个人 服从性很强 你等见来者 是曹操手下的 一只眼下猴敦 还在这里 要自己 报上姓名 赵子龙心想 我在沙场上面 一向都不喜欢流明 只要你 懂得我那支枪 就行了 所以赵子龙就说了 你想知道我的声明 问我那支枪 一只眼听见 敢说心就难了 啊 豈有此理 你说 你人仔细细 口气都几大 反正我预想 打一个照面 就走人了 就这样 一枪 跟你打过子 说 于是 夏侯敦 硬住头皮 大喊一声 既然是无名小将 你 看 你 说着 夏侯敦 对着赵子龙 就是一枪 打过去 如果是一般大将交手 赵子龙 就可以随随 扁扁 招架 今天碰巧 是夏侯敦 突一只眼 赵子龙 心想 啊 那我要考虑一下 放他走的路 在我的左边 他的右边 若果我 向右 一封 他的枪 就当然 会向左挡 开去 他的左眼 是盲的 他 就肯定 看不见 那条 可以逃走的路 不行了 我要向左挡 那等他的枪 就挡向右边 那他头一转 右眼 就正好看见 那条橫丫路了 那说时迟 那时快 赵子龙 武器银枪 慢着你 响一声 那将夏侯敦的枪 向左 也一挡 但是 这下 就已经震到 夏侯敦的苦口 焦辣 那么痛 夏侯敦 就吻了声 哎呀 那条橫向右边 哇 当左 开去 就心想 厉害厉害厉害 白桃小将 果然 厉害 哎呀 看来 今天 朱葛 两个火 笑 我不死 但是 但是 就要死在 这个白桃小将 的窗下 哎呀 我为什么 要走 头先 呢 就在这个时候 夏侯敦的一只右眼 看见了 天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 那边 还有条小路 三十六着 周围上脚 夏侯敦 一撥码头 向着右边 那条小路 跳了入去 那去处 和张辽一体 白桃小将 并没有追过来 麦根在夏侯敦的后面 就向右 急转弯 那大将 就直向 那个方向 兵仔 肯定是跟着你的了 那三万曹兵 就这样 就全部 涌入右边 那条小路 那赵子龙一看 对方肯定 在里面 就小就向前跑 没理由 重新 翻出来 再走 这边 这边 根本 都不用再理 那些 曹兵 他又马上 带着五百手下 转回来 东门外面的大岛 这里的布置 是五百手下 那五百手下 因为未曾接到 命令 收队 还拿着两个火把 在那儿 跳近 赵子龙 就立刻 传令 兄弟们 收队 那些兵 跳到气喘喘 那便好了 那便好了 赵将军 你以后 都不要接 这样的猜事 跳了成半个时辰 几乎 连 抢 都等了 出来 以后 以后 不要 找我们 来 搞 听见 赵子龙 差点 笑出声 那便 马上抽队 带着一千人马 便去范城 见军司 一千人马上抽 你猜 你猜 张辽 夏侯敦 去处 他们 在右边 那条路 究竟 又会碰到 什么 埋伏呢 夏侯敦 说 什么埋伏呢 夏侯敦 就会碰到 什么埋伏呢? 下回,笨甲又会碰到什么埋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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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到님节目哪 dividire分续? 我怎么会碰到什么埋伏呢? 下回,笨甲又会碰到别挨的内面? 下回,怎么会碰到一项最后大store Ut?